她有強勁的臂彎,壯闊的胸膛,高大威猛 另一個漂亮的妻子,英雄配美人,獻作哲學 增鋒俠槽,屠色九分,插裝嫁禍,一時之氣 人言可惟,全部包含在這宗奇案裡 今集和你詳細策解,香港開放第一宗金山龍瑞絲案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一人版罪光燈 今集要和大家說的案情就是 轟動全港亦都是轟動一時 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宗瑞絲案 年代很久,已經去到1965年的香港島那一邊 在銅鑼灣,銅鑼灣那時候很旺,人來人往的時候 在銅鑼灣那條宜禍街,大約介乎於Sogo 大邪對面那裡,有一幢叫宜華大廈 現在仍然在這裡,仍然在商業的大廈 你猜不到那座大廈揭發了這一宗瑞絲慘案 事緣是夏天的時候,7月9日 下午大約1點鐘的時間 有一男一女推著一個木頭車 通常那些木頭是用來混垃圾的,很大價 裡面有裝了一個金山籠 現在都沒有人知道什麼叫籠 籠是用章木做的,會貴價一點 因為章木有驅蟲的功效 以前的人用一些籠 用來擺衣物或棉皮 換貴的時候,把全部都放進去,蓋起來 鎖住就可以防止蟲咬 不一定要放很多張老丸或防蟲餅 那時候沒有 用這個籠 這個籠 去到宜華大廈的時候 就要合力搬進去 搬進升降機 剛好宜華大廈有個清潔女工 叫著,喂喂喂 這是什麼籠? 你這個籠是否能進入升降機? 真的有這麼多困難 因為當時的升降機不是那麼大 這個男一女就嘗試搬進去 但是有些阻滯 因為籠子很重 都很難一時間移動到它 期間驚動到一個看僱 看僱說,喂 你這些東西搬到哪裡? 因為都怕騷擾到其他出入住客 或者那些業主 他就說,我不知道 十七樓上面有一間世界健美學院 在那裡訂了這個籠 我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可能是健身器材之類吧 聽到看僱說,你搬吧 他一路移一點,移一下移一下 將籠慢慢移進升降機裡 誰不知 看僱就發現 喂 怎麼推我籠 那個籠子 拉了一條這麼長的 污漬出來的 污漬出來的 水來的 污髒水來的 不行 一走近一點一看 臭的 他說,你怎麼弄得整條走廊 穿淵崩爛臭 怎麼可以的 那你快點擦掉它 一聽到這句 那個男人立刻第一時間拔足就走了 有個女工幫他搬這個籠 那個女工說,你走來 那我又走了 他不理 各有各走 看僱說,你們兩個走去就不理 那不行了 怎麼辦 那些人在這裡看 什麼來鑑炒 就在這裡說 看僱說不行 上去 他說,十七樓世界健美學院 這個籠 上去 找那個老闆兼大隻佬 教練當然下來了 你下來了 麻煩你看看 他收了這件事 剛才有個男人說是你們的 教練一看 喂 這個籠不是我的 我沒有訂過這些 不是呀,是你的 我健身院 要籠來用什麼 鐵餅?我大把 沒理由要籠來裝鐵餅 籠本身也很重 怎麼會用籠來裝鐵餅 他說不是呀 你負責人家說是你的 不會冤枉你的 於是就沒有了 不要理 有些就是髒水 冤崩難臭 大家都想到這些不好的事 於是報警 報警來到 警方鑿開 鎖一打開 不得了 臭氣訓練 每個人都很害怕 裡面呢? 你又發覺到 有很多東西 有套爛了的西裝 有兩本支票簿 有些中英文的報紙 也有些放在裡面 拿開這些東西之後 你就看到有一個膠袋 有兩個大膠袋 膠袋的口是紮實的 打開膠袋之後 哇!眾人欲偶 原來呢 有一個膠袋 裡面 是一個人頭 另一個膠袋 就是右手 最大的膠袋是什麼呢? 就是左手連身軀 最後兩個膠袋 分別就是左腳和右腳 連身軀的膠袋 由於屍體擺放了三、四天 都開始呈現腐爛 所以才這麼臭 也有大量的內臟湧出來 籠底全部浸滿屍水 由於這個膠袋 可能手工的關係 或者擺放了一段日子 不是新的膠袋 他有一些膠袋 就是這樣流了一些 就是死屍水 你想想 情況是多麼恐怖 眾人都很嘩然 警方都大為驚動 哇!香港有這樣的殘酷案件 其實老人勒索、殺人、搶劫 這些案件 一向都有 但是碎屍 原來香港真的沒有試過 之前再早點 有水泥藏屍 也有 造底藏屍也有 碎屍真的沒有試過 大為緊張 拿去化驗之後 發現這個屍體屬於男性 肯定是中國籍的男子 肯定是 死去應該已經三至四天 而且 他年齡介乎45至50歲 於是急於找人 希望認出這個屍體是哪一個 他的真正身份 但是到了第二天 有個女人報警 說我老公不見了幾天 這個女人叫做宋玉清 她老公叫做鮑冠達 是一個商人 寫字樓有兩間 其中一間都在中環江樂道 叫做聖佐治行 在那裡做金融買賣 股票生意 她說我老公不見了幾天 她說6號不見了 她說為何要來報警 她說現在才來報警 她說因為收到一封打彈信 什麼叫打彈信 就是勒索信 Black Mail 那封勒索信 有朵朵 署名人叫黃龍黨 不知是否看 007的James Bond 那些片影響 但裏面的警察一看 就要勒索五萬 要勒索五萬元 更有趣 你把錢放在某個大廈的升降機 側旗的垃圾桶就可以了 怎會這麼大意放在這些地方 這麼多眼 用垃圾桶被人倒了 怎麼辦呢 而且看到那些字體 歪歪斜斜 有大有小 而且是不同人的不織 更加很清楚 一定是屬於小朋友的不織 那是否惡作劇 那女人便說 不是 收到這封信後 當日下午 早上收到這封信 留這封信 第一沒有郵票 即是有人放進去信箱 知道她家在哪裡 第二 下午三點鐘便收到電話 便說不用了 撕票了 不用付錢 已經撕票 那女人才害怕 便來報案 兩件事連結 警方便想到這封信 找人這樣寫 但不似是玩 兼且爆冠達 失蹤男子 年齡五十歲過外 連想到 昨天在銅鑼灣找到的 金山龍瑞絲 將兩件事連結在一起 邀請姓宋的婦人去驗屍 很慘 一代代的瑞絲 攤在廉房 慘不忍道 都要心急 這個姓宋的女子 都要按著悲痛去認 在身軀 憑著一些特徵 認出這個死者 就是她失蹤的丈夫 這個傷人爆冠達 警方便知道 終於知道死者是誰 沿著這些消息去查 原來這個爆冠達 在中環聖佐治行 有間公司 原來本來有兩個員工 有一個辭職 只有一個員工 那個員工 姓何 叫做何子炎 這個何子炎 和這個爆冠達 可以說是世交 因為何子炎的爸爸 和我的爆冠達 都是朋友的關係 這個爆冠達 除了做生意 平時喜歡入馬場 賭馬 兩夫婦都是香港大學畢業 曾經在英國留學 有幾個子女 都是大學生 亦做了專業人士 有做醫生 有讀在美國公讀法律 都是一個很富有的家庭 他們家住在帕馬地亞 黃麗聖道那頭 矛頭就直指何子炎 當然是協助調查人士 沒有任何嫌疑 甚至乎警方登報 要求何子炎回來協助調查 將這件事說出來 亦都有他的照片 就是因為這樣 過了一天 收到電話 在佐敦那頭 有一個招待所 裏面的伙企打來 我剛才進去這間房間送外賣 這間房間裡有個客人 是一個女人 她用一個名字來開這個房間 她說要求訂三文治 啤酒、牛奶 進去房間裡 進去的時候 第一件事看到女人有個男子 很大隻的 坐在床上 就想 她的樣子有點像警方 登在報紙上 那個男人的樣子 大隻的 於是報案 警方都覺得可能是她 於是大家都知道 四大探獎之一 呂洛 呂洛探獎親自大隊 去到上紙 握下 又是 Room Service 啤啤啤啤啤 一開門進去 一刻涌而上 只有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 在那裡 男人想掙扎 不行 不行 大隻都沒有用 就馬上按下 帶她回到警察 查問 一問之下 你也不能離開 那和盆托出 結果 揭發了這種瑞士案 原來 就是 這個男子 何梓妍 怎麼這麼大隻 他就是在 這個世界見美學院裡面 其中一個助教 原來 他早若干年 就在內地 下來香港 下來香港的時候 曾經結過婚 很快就離婚了 之後 就認識了他 現在這位妻子 叫做馮玉卿 這個馮玉卿 也有另一個藝名 叫做 伊玲 為什麼要改藝名呢 原來他是一個 可以這樣說 歌手 他當時稱為歌星 都是在夜店 酒吧獻唱 亦有一對子女 和何梓妍 何梓妍 和鮑官打工 本來是細疾 這個都是細縮白 他公稱 這個巴古達 人的脾氣很不好 有時候 在公司喝了兩杯 巴蘭迪 更加出言無辱 經常找他出氣 原本有兩個伙計 有一個都走了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剩下一個 還不是拿來做出氣袋 據周圍的人說 何梓妍當然很健碩 做健身的助教 參加過兩次的健美比賽 不過都落敗了 不過是這麼用的 周圍的健身院的朋友 叫他一個 花名叫做猛仔 因為他沒有什麼表情 亦都是因為這個特點 就是因為這樣有些自卑 老闆經常叫他木頭人 因為他沒有什麼反應 都免得理會 被人罵 他說 這個老闆 一天三小罵 兩天一大罵便肯定了 他都免得理會他 他經常被這個老闆出言侮辱 他就說 事發當日 就是7月的6日 已經是 他整身大汗 在抹地的時候 在收拾東西 老闆就說 你給點力就行 平時舉鐵 舉得這麼大力 你昨天有沒有睡覺 你做賊來嗎 他就在罵他 他都已經說不理他 繼續說 因為他不理他 老闆就生氣 我跟你說話 木頭人 什麼都不懂 他就最討厭人 說他是木頭人 然後還不止 這個就是 何子彭的口供 他就說 你做得那麼辛苦 回家硬硬硬腳就算了 你老婆人漂亮又歌甜 他養你便可以 這個正正 就讀正何子彭的死穴 因為 你怎麼說他 木頭人沒有反應 什麼都不要緊 一說起他老婆 他就火滾 他老婆 那時候 卓浩 雖然比較行 但是這個是事實 就叫做美女 大家看看照片 這個卓浩 花名 伊玲 也是一個美女 在夜店當然很受歡迎 她也有規矩 純粹是唱 永遠不會陪酒 那些 也有傳聞 一定有一些 屠色的糾紛 原來 翻查 伊玲 之前都上過報紙 為什麼呢 原來就是 服毒殺蟲水的自殺 原來就是和何子彭 因為艾薩 就是何子彭懷疑他 就是和外面有些人有屠色的糾紛 他就以示清白 撕爛了兩夫妻結婚相 服毒自殺 當然要救回 那些人就想起 會不會和這個同色糾紛有關呢 何子彭就說 完全不是 第一 老闆也在侮辱她 第二 反駁老闆 她說 做人有時得死很容易摧毀手 你不要那麼過分 我忍你也忍得夠 你試試再說我 你信不信我將你和阿芳 那些鬼混的事情 就告訴你老婆聽 這個阿芳是一個什麼女子 從來沒有出現過 這個純粹何子彭自己說出來 由頭到尾 事後找證人都找不到這個阿芳 這個老闆就生氣了 何子彭不說 何子彭不說 他立即走上去 刀巴掩蓋了兩巴 何子彭不說 堂堂大男人 一百九十磅 六尺一寸高 當時來說是巨人 六尺一寸高 還要大大隻 參加了見美先生選舉 那立即怎樣呢 還手 一拳就打在老闆 老闆就瘋了 有兩個版本 他講過兩次 有一個就說 他打低老闆 老闆撼下去 這樣便死了 第二個就是 老闆拿刀斬他 他就按住老闆在後面 勒死了老闆 事後驗屍報告 這個爆冠達 是窒息而死的 換句話說 從傷痕等等去判斷 被人在頸口 固住窒息而死 似乎另一個說法就對了 知道殺了人 那怎麼辦呢 那是寫字樓 於是 那裡 他便想要睡 事後 找了一個弟弟 何知彭的親弟 便來到寫字樓 幫他搬運幾個紙皮箱 那弟弟都不知是甚麼 總之大哥叫他幫忙 第一便清潔現場 他都不知是甚麼 只是抹地 第二便搬了些箱回家 每個箱都幾十磅重 大佬叫便做 回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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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把箱放在金山籠裏 原來這個籠 就是位於他上子的住宅 就是在哪裡 原來他和外父外母 老婆一起住的 就是在洛克道的住宅裏 這個籠是平時放在廚房的灶頭下面 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放的 空了在那裡 他便把那些碎屍的殘枝 全部放在籠裏 然後蓋起來便放在那裡 蘭偉的兩個老人家 那兩個籠有時便會拖出來 便放在上面 鋪一張板 當時很流行 坐在那裡便吃飯 沒有東西便放在灶頭那裡 那老人家便睡了兩天 其實兩天都是夏天 天氣又炎熱又潮濕 便吐了一些臭味 這麼臭 這個籠裏是甚麼來的 被外父一問便真的不要想了 不如我拿走他 便想辦法 派在家裡也不行 只會越來越臭 一定要想辦法 棄屍 便拉出去 拉出去外母便便出聲了 看到有個 那時候是一個不好的稱呼 清潔女工 不過專門大廈倒垃圾 那時候叫做垃圾婆 又或者叫做垃圾佬 有男有女做的 他說 垃圾婆你幫我 你把我女婿搬走 他便說 這些這麼大件的東西 你們自己搞定 我負責家居垃圾 他說不是 在老公的袋裡拿了五元 給你五元 即是六多年來講 挺好用的 吃到一頓飯便可以 六多年來講 那時候幾毫子一碗叉燒飯 真的很好 有五元便不同了 便好 於是便和何志賢搬了個房子 於是便因此 有這個垃圾的木頭車 裝垃圾木頭車 而那個女子搬運到大廈 就是那個垃圾婆 警方一直去查問 那把空刀究竟 為何會出現在寫字樓裏 其實這件事是指虛烏有 並不是空刀 就是在寫字樓 無緣無故有把菜刀 老闆拿一把刀斬去 這件事不是 原來是事後何志賢去到另一個寫字樓 老闆有兩個寫字樓 另一個寫字樓 就是在萬宜大廈 本來是新寫字樓 打算搬過去 那裡有把菜刀 他知道的 這把菜刀在寫字樓 拿回去聖左字樓 那裡分屍 那把菜刀已經斬到卷曲了 就是這樣 就揭破了這宗 殘酷的碎屍案 事後何志賢出庭 當然各方都很轟動 有一個大隻佬 有一個很美麗的老婆 這麼殘酷的分屍碎屍 因為人言可惟 熬不住鬧 一路之下殺人 兼碎屍 這些現在的術語 很juicy 當時個個都蜂擁而至 買報紙 去法庭外面 入不住 都圍觀看看 一倒是廬山真面目 尤其是何志賢的太太 伊玲 人靚歌甜 事後伊玲 都被邀請拍兩部電影 在粵語片時代 做過女演員 有名 演員表裏面 還能排名 之後 據說 游走東南 日本 等地 虛如黃河 再等下兩個子女 都沒有理過 很奇怪 這麼殘酷的碎屍案 竟然說了這些原因之後 裴審團和法官一致裁定 他受激怒而一怒之下 坐手殺人 於是判他誤殺罪名成立 入獄十二年 法官也說 你真是很幸運 我不應該判你還手死刑 但其實 你很幸運 你要改過自身 其實得到這個大好的機會 何止不是應該 就是痛改前非 他在獄中並不好過 曾經有一次參與監獄裏面的 偶鬥 左手的骨折 亦受過傷 很不開心 日後 據依靈所說 他在監獄裏面染上毒癖 自此去都再沒有進去探過他 在監獄裏面 四年之後 復應四年 何止諺 不知什麼原因 亦沒有留下任何遺書 在監獄裏面上吊自殺身亡 這宗就是轟動一時的 亦都是第一宗的瑞士案 年代很久遠 不過我真的比較喜歡翻查 和大家去報導 研究一些 比較舊的香港的奇案 大家對我說 香港舊奇案有興趣的話 亦都請你多些留言 亦都給我多些意見 多些分享給你的朋友 這宗就是轟動一時的瑞士奇案 大家喜歡我多說香港舊奇案的話 留言給我 分享給你多些朋友 幫忙看廣告幫幫我們 麻煩